司法焦点 2月6号高雄市美农区的强烈地震 导致了台南市围冠金融大楼倒塌 造成115人不幸罹难 台内地检署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调查 今天侦查终结 并且起诉了围冠公司负责人林明辉 设计部经理洪先汉 建筑师张奎宝 郑敬贵以及结构技师郑东旭等5个人 设犯刑法第276条 第二项之业务过失自人于死罪嫌 以及同法第284条 第二项之前段业务过失伤害 及后段之业务过失自中害罪嫌 于今日侦查终结 均已提起公诉 南检表示经过调查 犯罪事证明确因而提起公诉 同时鉴请法官从众量刑 不包含合法执照建造的公务员 也引发受灾户的高度质疑